此季日本分会27周年庆 举办二日经经营 今年主旨是发行传宗门 立院传法脉 禁私经社法师代表上人 给予众人勉励 两天的课程 除了禁私加封的阐述 台湾资深志工也分享经验 希望日本慈禁人 把一生无量的精神 落实在智业的推展上 难得的法清聚会 大家像海绵一样汲取伐水 收获也各有不同 我受证也就四五年的时间 时间不长 慢慢对于智丽的东西 我们觉得自己接受的不够多 然后呢 也不敢说的多 我觉得应酷 只要我们 我们翻唱证的话 我们可以学到多少 我们可以先说 能够让更多的人参加 我们的慈禁活动 对家人我们要亲身 亲身容语的和颜悦色的说 对不起啊 我今天怎么样 不是像以前那样 你怎么又这样子啦 哎呀你这说的这怎么要笨啊 不是这样子怎么办呢 我们要好好的 对待一家人 但我们要洗这份缘 经济营的课程虽短 但日本志工 期许要让佛法入心 还要实践在行动中 人间菩萨大招生 会集更多的力量 一起为天下事付出 大约新闻知识美志工 陈亚晴 陈文思 朱嘉丽 日本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